这位战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5岁 但他的名字早就响彻全军 他手上的炸药包 在战斗中成为敌寇文之色变的梦魇 各种爆炸将他们炸的人养马翻 他是我军战斗路上的开路先锋 为危阵山东的爆破大王 马力逊 1920年出生于山东滋伯 他自幼家境贫寒 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 和自己的爷爷相依为命 但是在马力逊12岁那一年 爷爷不幸死在了敌寇的手上 他也被南京方面招募入伍 1940年的时候 马力逊在一场战斗中 被我军所接纳 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10月份的时候 马力逊参加了移蒙山的战斗 第一次对敌寇的战斗中 他就直接烧了敌人的据点 正是开始了他的爆破之路 1941年春天的时候 马力逊帮助战友拔掉了一个据点 直接炸飞了30多个汉奸 7月的时候 已经是班长的马力逊 接连三次炸开了敌人所设障碍 为部队进军扫清了阻碍 1942年的时候 马力逊参加了围剿汉匪的战斗 他用手中的炸药包冲在最前面 拔掉了路上无数的障碍 被战士们称为开路先锋 又是7月份 马力逊在和敌寇的战斗中 使用手中自制的炸药包 为部队扫平路上的障碍 将据点之中的100多人全部歼灭 1944年5月的时候 马力逊加入了我党 同时也被提拔为了排长 在之后的战斗中 他总是能总结出各种经验 自己动手制作各种炸药包 利用各种技术给予敌扣致命的打击 在他干掉了500多个敌人的时候 他获得了爆破大王的美誉 神炮的名字也越来越下 1945年2月 马力逊参加了似水的战斗 面对专门对付神炮所修的碉堡 马力逊扛着60斤的炸药包 把碉堡直接炸上了天 后来敌人弹指色变 开始想尽办法加固攻势 甚至开始张铁通缉令 想要抓住这门神炮 不过人没抓住 他们碉堡可是惨烈 被马力逊用各种方法逐一攻破 为我军的战斗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但是在1945年8月3日的时候 马力逊在腾县执行任务的时候 不幸被子弹击中壮烈牺牲 年仅25岁 为了悼念这位伟大的战士 9月的时候 马力逊牺牲了那个村庄 更名为利逊村 部队将他生前所在部队 更名为马力逊牌 也开始组织战士们 学习马力逊的爆破运动 2010年的时候 资川的纪念馆设立了马力逊的铜像 让马力逊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 让人们纪念这个伟大的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